金雞姆 金雞姆 紫南宮的金雞姆 要燈金雞姆 對啊 其實很用力的布局 但是用錯力 拔河使錯力 其實也是拔不贏的 其實你的用起來 還用燈去照它 讓它有光明 對啊 都是一點那種 多死一死 因為你這樣才為了 第一個 你沒提醒 終於別了解對不對 對啦 第二次以前已經 大喜大落的吉家 我們一定要打醒它 撥不下去 對 打醒你 所以很光明燈 就是要把你打醒的 你以後放在我房間照我喊 真的 沒有用 人最怕就是騙自己 因為怎麼了 因為自己呢 把它不覺得很好之後 你會發現它才會過低 而且你看 它放了金雞 然後後面有土地跟我們相 我們的屁股一直對著它 感覺它一直在吃我們屁股感覺 就是 就不公勁 因為好像沒有土地 沒有這個報告說 土地公喜歡吃雞里香 沒有這個報告 沒有 沒有 所以你看它放得太低之後 感覺我們經過這個財位 我們對財位是不尊重的 太低了 對啊 你不尊重你的錢財 錢財怎麼會來跟著你 而且你們家的密集跟它一樣高 搞不好一天到晚都在那邊點它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想說 唉唷 我也不是貪財 但是我想要把我的財位布局得很好 所以什麼都往上面放 所以你應該把它墊高 墊到例如說腰的高度 這樣對財位以示尊重 然後呢 因為你有金雞 又有土地公 有神像的東西 就更不可以更低的 了解 那你把它放高之後 虎爺呢 虎爺可以低啦 因為虎爺呢 不應該把它放得太高 還有金雞的頭呢 應該把它朝向你的大門 這樣才可以把錢財把它納進來 唉唷 又有幾下喉形耶 我的貢瓶被你發現了 好噁心啦 好噁心的真相 超贏喔 死了才會上 對啊 他過了耶 天啊 好難過 連他你都不想活下去了 這不是誰的 這不是誰的 天啊 他就在這裡了 我看小姐真的無法擦身 他一天看到這樣子 他就沒有看到 你要不要先在那邊幫他唸個鏡頭 可是 我那個這邊用窗簾的原因是因為後面是窗戶 後面是窗戶 我的這個 對 他這個房子設計很厲害 他這邊是窗戶 對 可是所以我把它關著我都不開 這關鍵是對的啦 然後把它用窗簾遮起來 就是一半一半 做一半然後失去一半 所以我那個要怎麼辦 也是要弄個木板 你原本這樣這個窗簾不透光的 你把它弄成一個L型的那個 手臂一樣寬的話其實就可以了 L型的手臂 沒有就一樣啊就是你平常就是不要猜到 對 對 一壓拉到筆就好了 就不要讓它見光就對了 對 對 其實那上面你看他還掛那個 對 因為這裡有壓量 其實柴位壓量也是因為我們柴位的壓力 所以沒有辦法 它這個量才太多了 要嘛就做進階照明 要嘛你也可以像他一樣 掛像以前啊 或是九宮八卦牌都可以掛緊 是 但是呢 這都是不無小補的 那柴位失守不打緊 其他外面的環境呢 更讓它破大財 真的 本來想說看一下外面 然後就一看 喔還不如不要看 而且我那時候來的時候看房子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右邊是湖 左邊是山 我還想說左青龍又白虎 又白虎 結果後來發現你搞錯了 真的 右邊是水 我是反過來的 真的 其實這樣有影響嗎 左青龍又白虎 而且人家是白虎 又不是白虎 白虎 對 其實它外面的銘塔呢 看似前景無限 但是其實煞氣無窮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看它外面呢 左青龍又白虎呢 它的虎邊啊 確實有一個虎 代表說呢 有一個水呢 在虎邊呢是賺女人的錢 那如果看似你這個男生啊 反正住在這個女人房呢 自然會待不住 越住會越悶 自不得生 因為呢 外面的看出去呢 一個湖邊呢 然後它這個虎啊 帶有女人的財 然後最主要是 它那個馬路啊 形成是一個 鐮刀煞跟一個彈通道 還不要彎喔 對 而且我看過 它還剛剛好就是在那個刀鋒的位置 對 你剛好看下去就是它耶 所以我有放一個山海燈在外面 唉唷 那行人喔 說到這山海燈 是比較厲害 簡直就是一個 惡手版的 蛤 他說要搬進來一年 問他說這山海燈是放很久的 從舊家搬過來 他說不是新賣的 對啊 可見呢這個炸氣幫它擋得太嚴重了 完全救掉了 還放一年它整個看起來爛到爆炸 對 就像惡手貨 要換新的 是因為炸氣太重 它承擔得太大 真的 對 因為其實像這種山海燈 或是九宮八卦鏡 要如何判斷它有沒有死小 所以當它的表面已經褪色了 其實你就要換新的 而且還有就是說它這個社區 一樣的社區會有兩樣型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反弓 就是鐮刀 可是在那個地方就形成是一個 我們講說 這個水聚天心 它就是一個聚起來的有沒有 對啊 它被包圍 對 它被蜆包圍了 替代還腰 但是我們剛剛講水聚天心呢 它這棟的房子很標準的是一個 水破天心 蛤 人家是聚 有天心 它就是破 沒天心 為什麼水破天心呢 你看我們直直前方看進去 是不是兩棟樓旁邊的一個縫隙 對 其實如果這個縫隙不要形成 如果把它聚起來的話 你確實就是一個水聚天心的格局 但是因為這個縫隙 形成是一個室外的穿潭風 代表什麼 水破天心 破大財 這是破大財的意思 破大財喔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的錢財呢 就從這個縫當中 因為這個風太大了 太大幹了 你根本就接不住 擋不住 你本來就沒有什麼賺錢 沒有什麼 有 難怪我真的有感覺 有時候接戲啊 要嘛就很閒 要嘛就兩三步都同時間 我就一定只能挑一步 或者是有工作的時候 全部都撞在一起 我根本接不了那麼多 縫真的很痛苦 直接不來就不來 看得到 然後你來的時候呢 你還要推掉別人 還要得罪別人 對 這真的是蠻隨的 這個地方 那怎麼辦啊 所以這個水破天心 我第一次聽到耶 聽起來是蠻猛的 那這個泡三海症可以劃掉嗎 其實確實可以用三海症 或九宮八卦劍 可是因為有時候 這外環境的煞氣 或是跟它的天氣的影響呢 你的三海症呢 當跨煞物呢 它的折疇率特別的快 當這種折疇率很快 你看不到一年 就已經變二手禍了 其實呢 你就馬上把它喚醒了 好 你就要不定期的 要去注意它 然後陽台的部分呢 尤其這個鐮刀剎的部分 我們可以放什麼 例如說 你可以放一對石石子 或是石桿當 來稍微俱緩那個煞氣 在這個湖邊的位置 面對這個鐮刀的位置 對 你們先去電一打好了 還是不要掛一個 掛十二個那邊 掛十二個那邊 對 但是買不要毛 不會麻煩 看你的房間吧 好的 來唷 主臥喔 是喔 看你的房間一下 先進過廁所 對 其實呢 我們先進過廁所呢 廁所看起來蠻普通的 沒有什麼問題 對 但唯一最大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 撤居宗 撤居宗是很大的問題耶 很大的問題啊 你剛才太驚人了 但起 沒關係 其實剛剛已經看到蠻糟的 其實這個已經 你幹嘛這樣嘛 我們很少遇到撤居宗 撤居宗就是 它的廁所是在這間房子的中間很中 是很中間 那這樣不好 當然不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們要同個位置呢 你把這個房子呢 把它畫成四方形的 然後你把它畫成這個九宮格 結果它這個已經在 九宮格正中間的一個區塊了 代表什麼 代表說呢 撤居宗很容易讓你的運氣 住進來一定會一直滋滋的落 那這個位置呢 剛好就撤居宗的話呢 代表說呢 這一個房子的陽仔啊 它的生命力啊 它的運氣呢 都是在走下屋 它有肩啊 所以你住進來 基本上是地益乾淨 那它還可以住肩耶 沒有沒有 老師先救我 可是你有明顯感覺這件事嗎 就是你的心臟 或是你應該說健康上面 有啦 就是身體真的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你們剛剛想說 你最近也在檢查 我最近也還在檢查 還在等報告 對 然後工作也不順 身體也不好 所以你心臟就是會鬱掉的啊 我常常穿不穿 你胸悶 對 需要人工空隙啦 因為眼看就沒有女朋友 超仔細 好 這房子需要灌 需要灌氣 因為你這樣感覺好像你要 包廢之間耶 那怎麼辦啊 隔壁真的不能改耶 其實這具裝的話 當然如果說 是自己的房子的話 那馬桶比較移的位置 如果真的沒辦法改的話呢 先馬桶也不能不用 我們就在上面呢 種一個圖 種了黃金格 加一個燈燒 或者是呢 放一些木炭也可以 放鹽燈可以 非常炭 鹽燈也可以 有了它都沒有放鹽燈 可是看起來沒有很亮 對 應該要亮一點啦 然後 綠色的植物要多綠幻象 嗯 好 我覺得它 你的房間不會就是對廁所吧 就剛好廁所門 本身就是門對門 然後又對到這個 斜斜 你不會是這間 沒有沒有是這間 這間是衣帽間 但是衣帽間呢 就像是你的聚寶間啊 超酷 所以呢 你這個地方還是要加一個門列 然後這個蕙氣呢 已經是設局中呢 蕙氣不要再跑出來了 是啊 門對門啊 這麼多門 那口舌 就口舌啊 對啊 口舌真的有 我們上次有一次去錄影啊 這個真的讓我想起來 我們錄影不是都要先裏內容嗎 然後大皮包上面寫會說 譬如說彩花姐講什麼 飛鎮姐講什麼 然後我們那天帶那個藝人去的時候 就已經裏好了 結果 譬如說我們家 我那時候帶的藝人是第三個講的 對 前面那個藝人 主持人家先訪問他嘛 對 問他發生的狀況 他就把我們家藝人不是講中嗎 蛤 你說飛不飛避 對 他這個飛不講 對 我有遇過這個 他就跳過他的故事 他就直接講我們 就是下一個主持人家訪問 明明大家的主題都寫在上面 對 然後講一講 那個女藝人就 也把我的事情就講掉了 我那一條就佛珍珍 被他講掉了 要講成他自己的故事 天啊 這個在 這真的很小人 很莫名 而且主持人也有看到大字報 主持人也認了一下說 你怎麼把人家的東西講掉 嚴禁台部是講成自己的 這個已經要把你自己公布出來 唉呦 真的很 沒關係 太小了 太小了 我們馬上就想出一個新的更好笑 對 馬上壓住他 對 還好 控制的問題 然後被解鎖的問題 都會特別多 但我們知道臥房是關於個人的運氣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要關心一下個人的運氣 對 廁所在住家的正中間 一導致隨時不斷夾到中落 後果可是非常嚴重呢 如果格局無法變動 可以在廁所擺放土重黃金格 並且打上一盞燈 將不好的氣場加以進化 降低影響 而最重要的主握 又會有什麼問題呢 看出他很孤單 這個關心 手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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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啊 所以應該是滿義務柔軟精瘦的 對 我想說 想說給你用 壞喔 其實這個房間想要終結孤單 確實也很難終結 這就是一輩子的孤單 落房煞氣太嚴重 注定只能